今天我们留意到南筹股的业绩 这个股价基本上是全面上 然后特别是内营股来讲 都是有相当突出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因为现在开始进入这个所谓中期业绩期 普遍来讲 市场对南筹股的一个所谓业绩都是要一看好 特别是对于去年2009年上半年 在经营海啸影响下的一个上半年的业绩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一些南筹股来讲 都是有一个较好的一个预期 那么至于内营股方面来讲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过一些正面的原因之外 市场可能海啸程度上来讲 真的是有一个预期 就是说那个红条放松 这个对内地经济或者各方面来讲 有可能是带来这个流动性资金压力的减少 所以这个对内营股来讲 我觉得这个投资性买盘是要获得支持的 所以这个同样的造成 我们看见内营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 但是往后的日子 我觉得还是要留意到 因为7月份的一些红条数 这个经济数据就快要出台 所以还是要留意新增贷款 或者其他的一些通胀 或者经济增长方面来讲 是否出现一个回落的情况 这个才可以断定这个所谓红条政策 会否输简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